《冩简的病毒》 《犯牲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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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场课非常荣幸 就是由我跟李教授共同来讲解 今天这个很大的一个题目 我们讲心理经常促进跟自杀仿制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两个主题 那我们这堂课呢 就是希望透过我们课程的一些安排设计 能够让同学充分的了解到 什么是这个自查防治的一些危险因子 那有哪些心理健康促进的做法 可以帮助我们免除一些精神疾病 或者做更好的一个压力管理 那我们可以来让自己以及周遭的人 更加的身心健康 大家对于自杀 我想一定是有某些程度的了解 或者是说兴趣 或者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 想要坐在这 那同学可能 你可能知道或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 自杀这个议题呢 是全球瞩目的一个公共卫生议题 它最大的影响呢 我想大家可以了解说 因为它的致命性很高 尤其某些致命的方法 比如说媒体最常揭露一些烧炭的个案 或者是一些致命的方法跳楼等等 跳头盒等等 甚至像握鬼等等 这些致命的方法 那我们知道说全球来讲呢 大概每40秒有一个人自杀 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换算成全世界的人口 大概每年 我们统计大概有80万到100万的人 会死于自杀 那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它可能超出战争带来的一个死亡的人数 尤其在现今我们来看 这些不是死于疾病 或者不是死于外在因素 而是死于自己的手 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所以我相信同学会坐在这边 一定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念 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期望 就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台湾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所以期待在这一个学期的课程 我们的主题设计当中 能够首先谈到所谓迷思的问题 社会大众呢 往往对于自杀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 那或许他们不知道这是错误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那比如说在WHO所揭露的六大自杀迷思里面呢 其中一个就提到 People who talk about suicide do not mean to do it 他画个叉叉 所以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你们会觉得 我也这么想啊 有什么不对吗 想要自杀的人或者是说出口的人 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死 其实不是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迷思呢 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 你自己怎么想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零零种种呢 我们大概整理了24个迷思 20几个迷思 大概就是收集了国内外的几个迷思 那我们希望能够 先透过学前评估的方式 来了解一下同学基础的一些认知 或者态度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Google Plus 线上的一个学前评估 这个再等一下会提到 那所以针对这些迷思 我们在这堂课首先会借由一个飘飘城的活动 这个飘飘城就是让大家能够来roleplay 借由角色扮演来体会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那位已逝者 自杀身亡者 那你生前的一个故事是什么 你可以去创造 你可以去演出来 假设你是一个台大的眷歌 但是呢承受了诸多压力 那最后你选择跳楼身亡 这都是捏造的 但是假使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它背后可能有一些自杀的一个危险因子 是你需要了解的 甚至也有一些保护因子 那这些保护因子当然是更重要 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去提升的 那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来提升大众 对于自杀迷思的一个了解 我想是第一堂课会提到这个部分 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其次在这个我们这堂 我们这个这学期的课 当然也会提到说 到底哪些人是所谓的高危险群啊 这件事情大家要学习去辨识 那因此我们会教给各位一些武功秘籍 到底哪些人叫做高危险群 高危险群在哪里 在你的周遭 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培育一些守门人 这个等一下会讲到 那根据去年 在全国之外防治中心的一个民调 针对全台湾代表性的样本 2000多人的一个结果 我们发现大概有12.9的民众呢 一生中曾经认真的想过要自杀 这个数字应该是蛮惊人的 10个人当中有一个 那如果说这个代表性样本 是可以回推到全台湾2300万人的话 想必这个数字是以百万来记的 不过当然这个是指意念的部分 那大家猜猜看自杀的行为呢 一生中有过自杀行为的 100个人里面大概有2到3个人 曾经在过去有过伤害自己的行为 不管他是一个致命的或是轻微的一些 自杀的行为都算 大概有2.5 那至于这些人他有没有求助呢 大家可以从这个数字发现说 其实求助的比例是挺高的 有大概20.4 但是大概这个20.4呢 大概就是1 5分之1的一个比例 那这样的比例当然相对于 高血压求1的比例来讲是低很多 当然我们就会去思考说 这个自杀的意念跟高血压 或者是其他的身体疾病来比 他的一个差异 当然显然是差很多 只是说我们可以了解 有了这个自杀意念 那民众求助跟求1的比例 其实还是偏少 尤其是什么 精神科 那我们在这堂 这学期的这个某一堂课当中 我们会去教导大家 精神科到底在做什么 那其实在现今的 这个医学教育底下 其实或许医学系的同学学了7年 大概对精神科的了解 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呢 当然我们这个通试课程 是希望能够传达给跨科系的同学 知道我们台湾或者是所谓的 国际上所谓的这个精神医疗 精神科的服务到底有哪些 那我们要怎么样善用这个精神科的服务 来帮助有自杀想法 或者是甚至有自材行为的人 所以我想这个观念是满重要的 同学对于一些基本的knowledge 要掌握好 也就是对于一些精神疾病 简单的服务 在这堂课我们会让大家了解 尤其是在精神医疗这个部分 好那这个最后一个数据是指出 有自杀想法而且有求助的这群人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啊这一群有自杀意念的人 一旦他求助了 他直接去讲说他想自杀的比例高不高 大家觉得74%非常高 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假使今天各位同学曾经有人告诉你 他的一些自杀想法 这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事情 这是一个他可能很信任你 他才说得出口的事情 当你成为一个他求助的对象 恭喜各位同学 他信任你 你是他一个求助的对象 但是同时的也告诉你 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因为你是一个很重要的守门人 你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的个案 转介到合适的医疗 让他能够得到后续的帮助 但是首先你就要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我要怎么问 一问二应三转介 这是守门人的口号 那我该怎么问 我该怎么帮助他 尤其当超过一半的人呢 他们会谈到自杀的问题 好比说他会告诉你 他为什么会想要吞药 那今天早上我们护理系的课 大学部的同学 大四的同学在讨论 精神科的一个沟通技巧 那我们就 同学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他有一个同学呢 二十岁 同年 大四 那因为家里诸多的原因 让他觉得生活一团乱 让他觉得活下去没有意思 于是他吞了三十多颗的安眠药 然后被送到医院 那后来是有未衰竭的现象 但是有后续是有稳定下来 不过一个二十岁的女性 那会以这样的方式 以这样的手段来表达他活不下去 其实这背后是有他的一些 痛苦的情绪 或者是背后的故事应该是我们 值得去倾听跟关怀的 所以其实这个数字也告诉我们 当个案直接提出说 他想要自杀背后他的家庭问题 他的经济困难 他的感情受挫的经验等等等 这些都在在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需要有更进一步专业的知识 这个专业知识不是非常专业 像医疗的一个专科知识 而是一个可以传达给各位熟门人们 就是一般的大众的一个知识 那所以同学们有了这些知识 你们才能够知道说 我们要怎么来做 来应对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那这边大家看到 这是WHO最新的一个 根据各国的一个统计数据 所做出来的一个 所谓年龄标准化的自杀率 世界分布图 那大家如果看左下角 有一个这个自杀率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以十万人口 来作为基准点的一个统计 那颜色越深呢 就是自杀率越高的区域 大家可以发现台湾 虽然是看起来跟对岸一样的颜色 这个部分颜色是相近的 不过在数据 精细的数据当中 台湾目前是大概十万人口 分之13左右 有自杀的一个 自杀死亡率大概是十万分之13左右 那大家可以看到 自杀最高的区域呢 还是集中在 像在欧洲某些国家 俄罗斯 这个部分 哈萨克还有印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 亚洲地区最高的国家 大家猜猜看是哪一个国家 韩国 南韩 南韩是最高的 那不过日本也是 其次自杀率很高的一个国家 那台湾大概是列在后面了 日本大概是十万分之25左右 满高的一个数据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所以我们知道说自杀防治的一个工作呢 其实台湾是投注非常多的心力在里面 那在民国94年 是由李明斌教授 成立了全台湾的一个自杀防治中心 那大概这十多年下来 大概十年的一个历史 我们的自杀率 大家可以看到 从民国95年有一波微幅的上升之后 慢慢慢慢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下降 所以台湾在自杀防治的这个 投注的心力其实是不少 那也看到了一些成果 但是呢 自杀防治的工作呢 是必须是永不停歇的 因为我们看到在 可能最近一年 台湾的一些 不管媒体所揭露的一些事件 一些名人的自杀事件 或者是其他有关自杀的一些报道 我想这都告诉我们 还是有非常多努力的空间 那因此在大概这十年下来呢 我们也培育了非常多 正在生命守门人 但是唯独在校园这个部分呢 我们觉得还有非常多的可为之处 也就是期待各位同学们 能够借由修这堂课 得到一些所谓 正在生命守门人的知识 那在学期最后一堂课 我们会赋予同学一张证明 这张证明呢 就是代表说 同学上了这五十几个小时的课 那你得到了 这个守门人的knowledge skill 那你们也具备了一些正确的态度 那我们未来可以 能够继续朝向自杀防治仍有则的一个理想来推进 那讲自杀防治其实 我们如果更细部的来分析 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自杀 我们在前面几堂课就会跟各位同学介绍 跟自杀相当有关系的一个压力管理的议题 那我们会介绍压力三部曲 什么叫压力三部曲 什么样的一个model 可以去解释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个大概在前面的课我们会提到 那也会让同学了解到 自杀的历程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自杀不是偶然 而是它往往是一个长期的process 换句话说 它是事出必有因 往往压垮骆驼 虽然有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自杀的行为其实是一个非常 常常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示意图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样貌 也就是一个人可能在他童年 有一些受虐的经验 不管是言语暴力 或者是身体的虐待等等 这些都是有可能对他的成年时期 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当然也有一些重大的生活事件的影响 那还有像是一些压力事件 重大的打击等等 那自杀不是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 所以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很可能遇到一些重大的压力 重大的事件会导致一个人有反复的自伤经验 那最后可能一个人会恢复 但是也有可能就因为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致命 所以大概大家要有一个了解 就是说一个自杀个案背后呢 其实他有他的故事在 那我们要去了解说 他这个行为可能不一定是以死为目的 因为也会有人伤害自己 他是为了缓解痛苦的情绪 他是为了报复 他是为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 他不一定是为了死亡为目的 所以我想这个 除了了解说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之外 我们可以去倾听 去了解 这个个案他的这个 他的选择的方法 因为像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会去了解说 每种不同的方式 背后其实有他不同的意义 比如说在英国最有名的研究在牛津大学 他们所做的研究指出服毒 就是药物使用过量 服毒自伤的行为 跟割碗这两者之间 就会有他的一些不同的差异性存在 那这个在这堂课我们就会去讲到 比较细节的一个描述 那大家看到呢 这边有两个图你们想到什么呢 像这个图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 老师我觉得很喜欢这个图 因为他看到下面很多只手好像层层保护 把一个想要跳楼的人接住 那一只手不够 没关系下面还有力量可以把它撑起来 那这个代表一个防制自杀呢 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人的力量 我想是要透过大家的努力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图呢 在我们这堂课也会不断的提到 这个冰山一角 大家觉得上面看到那个冰山一角 你会想到什么吗 可能你们自己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那其实在这堂课 我们会用冰山一角来描述 各位所看到 你所知道比如说 国中的时候有同学会用美工刀割自己 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其实主要是用冰山一角来描述 其实冰山的底下有更大的一个族群 是我们要关注的 是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在这个冰山底下 或许有些个案它是属于 有一些心理困扰 有它的一些背后的 比如说也有可能精神疾病的影响 是需要就医的 那这个告诉我们说 身为守门人 你除了看了上面那一角之外 或许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呢 你会遇到一些冰山底下的 比如说同学告诉你 他好像是 他跟你透露了自杀的意念 但是呢 他可能平常生活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 那可是突然他告诉你 有一某些计划 那可能针对同学的一些心理 一些心理的想法 这个可能同学可以去了解 那大概 我们这堂课呢 还希望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带领各位了解 这个自杀防治的一个 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叫做心理健康促进 所以期待能够借由一些 健康促进的概念 比如说Work-Life-Balance 你们怎么样能够借由一个比较健康的 正向心理的培养 能够达到一个Work-Life-Balance 那怎么样能够学习一些 特别是肌肉放松的技巧 或者是正念呼吸的方法 先带给你自己 抒压的一些技巧 那一旦你学会了 你可以再影响周遭的人 所以大概在正向心理学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有教导各位一些概念 那也会有一些功课 也会有一些课前的阅读 那往年呢同学都告诉我说 这个他们喜欢两分钟的影片 我心想好 那我们就增加两分钟的影片 大概这学期我们会有一些短片 让同学能够事先去事先阅读 这大概以上是我们这学期的几个主题 那下面会讲到课程比较细节的大纲 不过讲这个大纲之前 我想先看看李教授 有没有什么针对主题有补充的地方吗 要不要讲一些针对课程的介绍 我在台大医学院上课 我已经上了近近40年 从来没有为一堂课付出这么多 因为在医学院的上课里面 我们知道整个科技 科技师有师的话 他的学习过程的改革里面 他第一波都会强调 科技跟人文的整合 不论会是哪一系的 所以人的关怀 压力的管理就很重要 那现在这一波要强调的 变成是跨领域专业的合作 那以自杀跟健康合作来谈的话 这一波在整体不一定是医学科技教育里面 就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所以我想我很珍惜 而且蛮在意在乎这个课程 就是这个通识课程集合不同的专业领域 你们未来都是往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去 就在学生时代就这个机会共同聚在一起 来强调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概念的话 未来你到职场以后 更能够把你上课所学到的 发挥到极致那是什么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所以未来你们一定是沟通 还有真爱生命守门人压力管理的达人 所以我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 因为我症状保证 我会把40年来 我从临床个案 从个人经验体验到的 有关严重到自杀防止 因为一路走来 最早我们是肩膳疾病的治疗 到心理压力的管理 到后来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在自杀 其实我们的用意是 自杀的预防是很单纯 只要人人都是半年 自杀的守门人来推广的话 绝有问题 但是我们这堂课 大夫老师刚刚也讲到 最重要的是 藉由自杀的行为原因的了解 来提供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就是心理健康促进 知道吗 所以里面要谈到的就是说 最重要的 大概未来的五十几堂课里面 你们要学习的不只是一个知识 知识 科学知识也好 很多知识的一个整合 这是基本 那第二个 因为健康要管理的话 是需要技术 所以在技术面也要引念 那其实更重要的 在这堂课学完 不是你拿到证书 而是你很确信地告诉自己 I do it 而且我完成它了 那是什么 我已经把健康 心理健康促进的方法 融入到你的生活 融入到你的态度 所以过去四十年代的上课 可以把知识 技术跟态度 要整在一起的课程 我个人的体验是只有 这一堂课做得到 那要达成它 但吴老师蛮辛苦的 不只是上课要讲课 又进入小组讨论 加以经验分享解决问题 面对压力的方法 来实习SKIR 那更重要的就是你要融入态度 从你们的微电影的拍摄 从你们各种推动校园方案的实际的设计 那feedback 所以我蛮appreciate的这个课程 那我也蛮自信 这个课程会很成功 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两学籍的经营了以后 我们蛮多同学提供到宝贵的经验 常常跟我们feedback的联系 老师你不是要成立校园的心理卫生健康 促进相关的社群吗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动 所以这堂课 最基本的是让你了解你自己 我们青少年的自杀 全世界都一样 青少年15岁到24岁 自杀死亡率里面来讲是偏低的 但是很重要 它是这个年龄成死大死一 第几位 第二位 十大死一里面青少年的第二位是自杀 这些人都是应该身体力壮啊 怎么自杀 所以你们要照顾自己以外 Safe care I care 最重要就是要做个守门的人来关怀 你周边的人 然后更重要 你这个年龄成上面有爸爸妈妈 他们也是高危险群中年 因为他是在职场 所以经济压力家庭的问题 所以你自己关怀自己 另外关怀同学更重要回家以后 你可以关怀你的父母 家人 更重要老人人 现在自杀死亡率最高的就是随了灵灵 越高 他等距再增加 所以六四岁的老人人 他自杀死亡率是一般人口的两倍 所以问你 你有阿公 有阿嬷 你也可以做得到 那你说我怎么做呢 刚刚吴老师也提到 你只要善用心情温度计 花费将来教你的方法 积极聆听五分钟就可以解决 阿公 你为什么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 你睡得怎么样 我都没睡醒了 我心情很烦 脾气很不好 看到又不吃饭 阿公 你是怎样 我都不快乐 然后呢 就讲 大家阿公都有人带到这儿 你老婆没有带我 还有很难过 很自卑 这样几分钟 五分钟 心情温度计破败 阿公 我从今开始会对你好一点 我会介绍你 我会带你出去玩 然后我会教你一些方法 老师教我的 我会让你快乐 这不是盖的 等到你学习结束这些技术都会来 所以大家因为今天是Introduction 不能讲太多 就是先告诉你 未来你毕业的时候 不是拿到正在生命手上的证书 而是说这一方面 这个领域里面跟压力管理 心理健康认有关的知识 就是技术跟如何融入 translation到生活里面 你是个达人 那我品牌保证 累积我私信的经验 我可以大声讲这句话 而且已经有两届的学生 我相信你打听一下 也知道吴老师很真诚 李教授很支持 我们预祝我们的课程成功了 我大概先 因为吴老师已经讲得蛮详细的 我只是把这个概念说 干嘛老师那么无聊 同事课程搞得比那必修课还麻烦 又要讨论 然后一下又要做作业 因为每个礼拜要交作业 又要演微电影 我们不是要当摄影师 其实都有它的美意 就是要融合知识 技术 态度 在生活里面去演练 你这样的话才拿到 那个证书才有用 就不会挂在墙上 就把它撕掉了 弄破都没关系 它已经inception 在你的大脑里面跟生活 所以谢谢吴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们两个结合 也是在落实科技教育的第三波改革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合作 跟跨科合作 所以我们在社区 系列卫生促进的领域里面 我们大概做了蛮多事情 那这个是最困难 但是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本身是护理的背景 不过我所学在博士 我是走比较精神流行病学的领域 那比较是朝向研究 研究法的一些专业 那但是在护理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护理系的学生 应该里面上有一位 我有看到有选课的同学 一位 那护理其实在自插房子的角色里面 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想 其实跨科系的同学更重要 所以刚刚一直强调就是 什么人是无所不在的 那我们这学期 大家看到说我们 我们藉由设计这些主题的课程 能够希望达成我们的目标 目标就是培育一个 真正能够关怀社会 那能够自我照顾的守门人 那大家看到这学期 我们会有三节课是翻转的设计 有上过翻转教室的同学举手 让我知道一下好吗 少数 那因为翻转是 目前校长在推动的一个政策 翻转教室在我们这堂课的一个设计 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让同学们化被动为主动学习 那能够自我在课前阅读当中呢 先涉猎必要的知识 那到课堂的时候我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是交给各组 或者是全班的一个活动 所以举例来讲在自杀迷思第四堂课 第四周我们会有一个翻转自杀迷思的一个翻转教学 自杀课呢 基本上我们只有非常非常有限的讲授 所以我会在这边可能简单的先做一个开场白 之后呢就是飘飘成的一个体验跟role play 借由角色扮演让大家去了解说 有哪些迷思或者哪些自杀的危险因子 保护因子是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的 那借由这样的体验让大家能够了解必要的一些知识 所以翻转的设计主要就是同学是主角 老师是配角 那所以我会跟李教授还有两位助教们 辅助大家能够了解当天的一个课程的内容 那其次像第二堂翻转是心情温度 心情温度你我他 这个部分就是在讲心情温度计的一个使用 那这堂课呢我们在去上学期开始 尝试邀请病友来现场 跟各位同学面对面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 那在上学期因为得到非常好的回应 所以这学期我们还是维持 让四位病友 大家可能会非常讶异看到说 其实他们跟我们没有两样 但是他们来这边分享 不管是中郁症也好 或者是躁郁症也好 这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那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心路历程 大家可以听听看他们的一个经历 那大家也可以从这个使用心情温度计这个部分切入 那来跟这些病友来做一些交流讨论 那第三堂的翻转教师在第14周谈睡眠 之所以选择这堂课是因为 大家如果要拥有夜安稳到天明的这个睡眠 我想是 对你们这个年纪来讲 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或许对某些 有心理困扰 或者是说 睡眠的习惯就不是很好的人来讲 是一个挑战 那所以我们期待透过这堂课呢 跟各组的同学可以有些交流 让同学们主动来讨论 对你来讲 睡眠到底有哪些影响因子 我们该怎么样能够一夜安稳到天明 那其实它跟输压 跟心理健康处境都有一些关联 所以在睡眠这堂课我们尝试 让同学们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讨论 那其他课大家看到 多半都是 第一节课是 我们大概会利用一到两小时 大概一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先做传统的授课 那后面的一节半到两节的时间呢 都是让同学有充分讨论的时间 所以是讨论课的设计 大概大部分大家看到都是 都是这个有讨论课的 只有少数像 其中报告跟期末当然是没有讨论课 那讲一下就是 其中跟期末报告的差异 最主要是在于其中报告 它是以守门人的一个基本概念呈现为主 所以同学以主为单位 你们会用各种方式 各个主题都可以 你们会上台来报告20分钟 那希望能够 比较看得出同学对于这个 前面所学到的一些概念 是不是正确的 那在期末的报告 刚刚李教授提到微电影 微电影那我们过去大概两学期已经拍了八部电影了 那这些电影呢现在都是po在YouTube上 我们跟全国之大防治中心是有一个合作 其实有点像建教合作 就是由全国之大防治中心提供资源跟一个网站 那我们学生的作品都会被放在某一个网页当中 在YouTube上面供一般人点阅 很快的review我们的目标了 大概就是除了自我省思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所谓的self-aware self-awareness的一个培养之外呢 大家对于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的一些了解 对于健康促进的技巧跟守门人的概念 以及压力疾病健康的一个关联预防 那最后可以达到这个终极的目标 就是关怀社会的能力 大概这是我们这堂课期待培养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那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在这学期会教 什么叫心情温度计 那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yes and no screening的版本 就是做筛检版 那另外一个就是前面这个0到4分的版本 大概有不同的目的 那大概这学期也会针对 这个大家刚刚有看到 就是冰山底下的一些高风险群 到底哪些是叫做高风险群 我们会再跟各位介绍 那因为讲到工具的使用 刚刚讲心情温度计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最近这一两年发展出来的 叫做CMHC 就是一个简明心理健康筛检表 在这堂课我们也期待能够介绍给大家认识 那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些工具 能够让自己能够了解哪些 跟心理健康有关的一些因子 可以做一些检视 那最后终极的目标 当然就是如同我们这堂课 前面一直所强调的 就是如何实践这个守门人的一个精神 那真正实践所谓心理健康促进的一个方法 感谢您的观看